透過這麽多年來的服務或者是經歷 其實需要幫助的市民是很多 我想在社會上出一分力去照顧一些 是有機會被懷忘的人 我是Margaret 我第一次接觸急救 是因為公司提供了一個急救的課程 上了這個課程 令我對急救產生了深厚的興趣 我們今天訓練是患者懷疑脊椎骨折 如何上載機器和怎樣用AED 我記得有一次在救護車當值服務的時候 接到一個求助電話 去到現場我們的懷疑婆婆是有一個盤骨骨折 所以我們馬上就送了她去醫院 當你面對每一個不同的傷病者 你要當她是你自己的家人去照顧 作為一個急救員 那份心很重要 那因為要帶領兩個支隊 學會怎樣帶著一隊人去我們朝著同一個目標去進伐 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 三十比二就是禁心三十下 然後吹氣兩下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做一個自己支隊的集隊的訓練 即是會是有些無異的個案 讓大家去找一些新的知識 看到這位先生他暈倒了 我們會先看看他什麼情況 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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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是我的先生 更叫他兩邊 他沒有反應的 然後檢查他有沒有呼吸密駁 我們現在現有的隊員數目是三十七日 全部都是匯豐的員工來的 於是 拿走 我們在隊員與隊員之間 是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感情 就像我們第二個家一樣 在工作以外 我在聖約翰救商隊 每個星期都會花20個小時 在義工服務上 都覺得累 但是當你有這個服務的心 和當中你得到滿足感 其實那個累就已經忘記了 如果作為香港土生土長長大的我 如果有一分力 可以為香港或者身邊 作出一個小小的服務或者貢獻 就會很開心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